大家好 我是子芊醫師 其實很多的女生對於自體脂肪熔乳 都是非常有興趣 因為她等於是把我們不要的東西 補在胸部然後讓它變得更豐滿 有種廢物利用 而且所有東西都是自己的 不會有外來物的感覺 那我就會跟她說 可是你吃胖的時候 你要胖在我們可以抽的地方 因為通常我們抽的話 會以腹部跟大腿 是一個比較好的脂肪來源 那身對一些比如說手臂 或是背部這些地方 因為她的脂肪中間 會帶有比較多的纖維組織 所以她這些部位抽出來的脂肪 其實不是那麼適合來做自體脂肪熔入 就像我們每次減肥都受到胸部 可是每次胖都胖在肚子或大腿一樣 所以你很難控制 你可以胖在我們需要抽的地方 那通常你變胖之後 那你可能全身都胖了 那你的手臂啊 臉啊 這些都還要做額外的處理 所以其實是 整體處理起來是有點麻煩 所以其實我不會很建議 客人說特別吃胖 去養脂肪來做自體脂肪熔入 而且通常我們 自體脂肪熔入之後 還要維持半年不能減肥 這樣子我們脂肪的吸收率 才不會太高 然後也才不會流失太多的脂肪 所以如果你已經吃胖了 然後你還要再維持半年 這麼胖 通常很多女性朋友都會受不了 那他們常常會在手術之後 看到自己胸部變豐滿之後 就立馬開始減肥 那整個手術等於是說 流失的脂肪就會大大的增加 也使得手術的效果打了折扣 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許下次我就會針對你的問題 專門拍一個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幫我分享 按讚或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